我们之前学的是area between the curve and the x-axis and y-axis 现在是area between the curve and the straight line 这一点一条直线 所以我的curve和straight line之间 我要找这个部分的area的时候 我其实是拿这整个under the curve的area 剪掉这整个under the curve的area so这个是gx 这个是fx 其实很简单的 你拿上面的 然后剪掉下面的integration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这个area of shared region呢 会是等于integrate 从a到b 然后它是压下来走x 然后它这个是dx 然后它里面这个上面的是gx 然后它是gx 然后再剪掉integrate a到b dx 然后它这个是apex 这样 ok 所以是你只要用上面的剪下面的area 这样就是它的area of shared region 好 然后在这一边你看 这个是上面 然后这个是下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area of shared region的时候 它是拿这个的area剪掉这个的area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是integrate 从a到b 然后x 所以它是dx 上面的是fx 所以它是fx 然后再剪掉integrate a到b 然后它这个是gx dx 这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这个-2035是它交界的地方 35是向前走3 向上走5 -20是向前走-2 向上走0 ok 这边0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5 so我们现在呢 我要找这一个area的话呢 我其实是压下来这一边 所以我走的是x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呢 area of shared region 会是等于integrate 从-2到3 上面的上面的是这个curve ok -x2加2x加8 dx 减掉下面的下面的是-2到3 然后这一个是y dx dx 里面放yy dx x加2x加2 d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就按integrate 然后我有negative alpha x2加2 alpha x FE x加8从-2到3 然后我拿到的是100個 剩下一个 1918 就可以了100个3 減 然后这个我integrate ū metric keluar rated x加20 And x加2 x加2 然后从-2到3 我拿到的是25个8 所以我的100.3-25.2,100.3,然后再减25.2,然后我拿到的是125.6,所以它会变成125.6,所以它这一边就会变成125.6,unitSquad 好,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其实你们的这个做法呢,课本的这个做法呢,是我以前大学学的时候的做法,我很喜欢,因为我以前教我的学生的时候,我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教的,OK,然后可是呢,在旧的课程,KBSM的课程的时候呢,它会怎样跟你讲,它会告诉你, 课,你看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这一边是5,然后因为这一边3跟2之间是5格嘛,然后它高度是5,所以我的这一个area of 三角形是2分之1乘5乘5,然后它会变成25.2,诶,你看25.2,对呀,嗯,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你不用去想它是什么形状,你直接用上面的剪下面的,这样不是更简单吗,特别是等一下我们到了更复杂的case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这一边呢,它给你y等于12x2加3,y等于12x加6,然后在这一个,我们就有 equation1,equation2,它没有告诉你这一边的x是多少,它也没有告诉你这一边的x是多少,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说,这个是 equation1,这个是equation2,然后sub1 into 2的时候,你就有1本x加3,等于12x加6,然后你把它搬过来,搬过来,它就会变成3-6就减3,然后全部一起乘2的之后,它就会变成 x2-6,然后拍挂幅23-6,所以x等于减2,x等于3,所以你拿到x等于减2跟x等于3,你不用找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它这一边是减2到3,这样就可以了啊,OK,好,然后它说area bounded by the curve的时候,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OK,就上面的减下面了,上面的是这一条,这一条, 这一条其实是上面,这一条是上面,这一条其实是下面的,虽然讲它写的,可是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下面,所以它是上面的减2到3, 12x加6 然后 dx 减掉 减2到3 12x2加3 然后dx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按 integration 然后 它的上面是12x ok 122 然后alpha x加6 然后从 减2 到3 然后我拿到的是125和4 125和4 然后 如果我这个下面的呢 它是1和2 然后alpha x2加3 从 减2到3的话 我拿到的是125和6 所以125和4减125和6的话呢 我这一边 125 ok 125和4 然后减掉 125和6 然后拿到的是125和12 125和12 unit scribe 同样的 在旧的课程里面 它会告诉你 哦 这个是一个trapezium ok 然后你放你的减2进去的时候 你的y是什么呢 x等于减2 y等于1和2 乘减2加6 它是5 所以这一边是5 然后x等于3和y等于1和2乘减2加6 6 6 12 15和2 这一边是15和2 ok 然后这一边的距离是多少 5 所以我的这个area of trapezium的话呢 它是2分之1 5加15和2 然后再乘以5 ok 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有1和2 然后乘以5加15和2 然后再乘以5 所以我拿到的是125和4 125和4 嗯 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啦 你直接用上面的integration 直接用下面的integration 这样就直接拿到答案了 特别是我们有计算机的情况之下 它就变得特别简单 然后甚至是你也不用分开两个来integrate的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这一边 你看这个减 它就直接把这两个东西 这个跟这个 它直接这个减这个 然后减掉了 它才来做integration 它做一次integration而已 ok 你看它就直接这一边 1和2x加6 减1和2x加6 减1和2x加6 然后它变成减1和2x 1和2x减1和2x加3 然后6减3加3 然后6减3加3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integration 它就直接称1和2x的 然后最mesome的 3u和2x Sang6把2x加6 because of 3 分成两个这样来做 所以上面的刚刚这一题 其实他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这一边 他是直接这个减这一个 然后他直接给他减掉 所以他这个点x-2 然后他变成点x-2加x加6 然后在这一边 他的integration的时候 他就直接integrate 然后他这个是-alpha x-2 然后加alpha x加6 从-2到3 直接拿到1,2,5,6 这样看了吗 OK 这样我觉得会 就是说他有三种方法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会比较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上面的integrate了 -下面的integrate了 虽然讲我如果真正要去做 他中间的那一种步骤的话 这一个会更多步骤啦 OK 但是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这一个area OK 他的这一个area 你可以看到他是area of三角形 跟这一个area 他是area of trapezium 我我自己本身喜欢分成两个这样来做 然后 而你直接这样减了再来做也是可以的 OK